全身的放松伸展运动 动作很简单 躺在床上就可以做了 大家可能下班都累了 回到家也懒得去运动 一般现在的人呢 身心都会比较紧绷 肩紧紧 绷背这些 都可以 做这个运动之后 获得改善 因为整个人 整个背部的大小肌肉群 放松之后 整个人就会比较舒缓一点 那要做多久呢 就看你自己的时间而定 当然是久一点会比较好 那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我们每天至少要持续5到10分钟 就是早晚没有时间 就稳一稳做一做 就是动作都很简单 跟着一起蹲就行了 等一下就一起来看吧 我们躺在床上呢 就是在法根的位置 靠在这个床圆 你也可以用椅子 但是椅子要够长啦 那我们就躺下来 以你最舒服的方式躺下来 然后双手摊开来 但是我习惯头是出来一点 因为这样子 往后放松的时候 是比较舒服 以你习惯的方式为主 如果你觉得太出来不行的话 你就是 法根贴在床圆就可以了 双手摊开来 就是放松就好 呼吸也都自然 维持了几分钟 这个方向 放松之后 再换 左右两侧 你头 让它自然往下垂 手 也是自然往下垂 你 你会听到 卡卡卡卡卡 你的脖子 全部都是放松的声音 这也是维持几分钟 然后再做另外一方 做另外一个方向 三个方向 后躺 側躺两边 做完之后呢 大概 该放松的都放松了 我们就把它躺正 躺回来 脚翻起来 以你最舒服方式 翻起来 然后呢 开始做滚动的动作 就像拧毛巾一样 左右 两边 拧 这样做呢 会放松整个肌肉群 这样子做 相对的肠胃的蠕动 也会促进到它的蠕动 要有耐心咯 每天要持续的做 这样子肠道 还有我们的 全身的肌肉群 都会整个放松来 身心会比较舒服一点 那你做完之后 因为我们是反向的 做完之后 胸椎怎么打开啊 会很舒服 整个心情不会那么郁闷 然后肠胃的蠕动 也会比较好一点 嗯 有看清楚吗 如果不清楚的话 大家可以在那个留言区留言给我 嗯 就这样子哦